現在我們剛剛講到的 日本 韓國都說我們要重啟核技術 但這個核技術不是那種大規模的 大型的一次共幾百萬人來使用的核能廠 而是小型的 就現在知道出來了 現在在阿拉斯加阿爾森空軍基地裡面 他現在也列動 他現在已經有一個 慢慢要去這邊建構一個 像卡車可以載著動的小型核反應爐 沒有錯 一個是為了北極戰略 另外一個當然是未來下一個世代戰爭 剛剛談過下一個世代戰爭 可能會有無人機無人化 可是這些都是大量的用電 你不可能在前進基地在蓋什麼煤等等的 所以如何在未來的戰爭前進基地 有充足的電量在後面 美軍現在在研究 第一個在北極做出小型核反應爐 這是有意義的 它小到什麼程度 第一個比維吉尼亞級的核反應爐還要小 比那個核子東西潛艦的反應爐還要小 核潛艦還要小 第二個它可以快速部署 就像保潔哥你剛剛講的 它可以透過卡車來快速部署 那這件事情對於美軍來說有什麼差別呢 第一件事情 現在這個阿拉斯加艾爾森空軍基地 其實是有一個獨立的火力發電廠 這個火力發電廠每一天要燒800噸的煤 它光是搞這個後勤補給 它搞了搞死它了 什麼什麼又要靠船運 然後船要靠貨車然後拉來拉去 然後每天要搞800噸 給這個就是讓這個空軍基地有足夠的電 可是未來這個小的核子反應爐只要一蓋完後 抱歉這個東西後勤裝備全部都不用了 簡簡單單充足的電永遠都有 甚至沒有空污嗎 所以這個東西對它 它可以用很久不用再加 對 而且很久不用再加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我剛剛講的 好 那今天是阿拉斯加 那假設今天美軍不管在中東或哪裡 要蓋所謂前進基地好了 難道又在那個前進基地裡面拉一個 所謂的重新蓋一個火力發電廠嗎 還是弄一個柴油發電廠 然後大家很課耐用柴油在噗噗噗噗 不是 我看裡面的形容很妙是 我們已經看到我們核一核二廠 不是一個燃料棒 覺得很大嗎 他說以後這個核電廠的這個核燃料 就像什麼 像一個芝麻粒這麼小 就差不多一個指甲大小 其實因為對它來說 核一核二核三核四廠這些東西 要供全國兩千三百萬人用電 它這幾千人用電而已 所以它的發電量大概就是一根手指頭差不多 所以它不需要這麼多的燃料棒 再加上這些技術有所欣 所以說對它們來說很輕鬆 其實有一點像是鋼鐵人胸口的那個 真假的 就是那個邏輯 鋼鐵人就是把核反應微型化 然後重點是 未來武器會大量用到電 雷射槍 激光 無人機等等的 它不吃石油了 它吃電 所以如何確保美軍在打仗的時候 供電無餘 不要因為備載容量不夠 太陽下山就停電 這也是美軍要考慮的嘛 所以現在唯一解放美軍是用核子燃料棒嘛 而且這東西發在哪裡 發在北極 為什麼它在北極戰略非常非常重要 美軍現在跟俄羅斯在北極已經開始短兵交接了 包含新的MQ-9的無人機現在都飛北極很難 他們去特別測試在北極圈 第一個磁場很迅亂 你的通訊可能會出問題 而且它因為很冷 你的MQ-9在中東可以飛 在北極不見得能飛 所以美軍也都在佈局這個北極戰略 所以這個新型的核子反應爐 放在阿拉斯加這邊 完全是為了下一個世代戰爭做主意 而且如果還可以放在這邊 那很多地方都可以放了 我講了嘛 譬如說未來 在這個西太平洋如果打仗的話 美軍說要跳島戰略對不對 一個島跳下一個 一個島跳下島 可是每一個島開始跳的時候 它可能待一個月甚至待兩個月 你不可能為了這個月去做所謂的火力發電廠 或什麼發電廠 可是如果有這個東西的話 很簡單C113中拉下來100一扎椅 就可以發電話 這個東西也符合跳島戰略的需求